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她念了地藏圣号一百多万 为什么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还想过自杀 前几天收到一个留言 我曾经念了地藏菩萨圣号一百多万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我也想过自杀 想去问一下地藏菩萨 为何这样对我 别人念百万地藏圣号 衣食不愁 无诛极苦 为什么我念了 一点用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身体上有一些疾病 想请师兄帮我咨询一下妙星师兄 我现在才二十四 我用了整整二十多天拼命地念 想着念满就可以改变 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有的人读高中 但总是考不上重点大学 同样是念圣号 要看你怎么念 打坐射心念 还是散乱念 有公养还是无公养 发心和回向如何 实践还是破剑 在什么地方念 这些都是关键 而不是说念诵这么简单 你若无效果 当需自省 常看到此类问题 为什么念了这么多无改变 因果缘起是非常微细的 非净率观察不能得知 有的人心比较粗重 仅有单一的因果思维 认为重瓜一定得好瓜 重豆一定得好豆 其实不是 要看你怎么重 同样学一门课程 尚且有优秀和不及格之分 何以等同是之 你还只是二十四岁 先多文思建立正解 不要妄想一下子改变 学佛不是成功学 不是速成 对于以上案例 诸位师兄有如下精彩评论 一 有位师兄说 自己一年念了一百多万遍地藏 甚好没变化 但同时和他一起念的师兄 坚持念了三年一千万遍 生活改变了 现在车房前什么都有 我去年也念了一百万地藏菩萨圣号 不过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念 也是没什么大的改变 还是要专心才行 二 有这种观点也不奇怪 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有这种观点 那是因为自己啊 对佛法的理解不深 这个还是要从自心下手 我简单地说几句 我当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修法很久都没有一点 显现上的效果 当时也是有怨恨的心 但好在三宝加持很快就觉悟过来了 一是要坚信公布唐娟 二是要相信自己 所作所为 三宝其实都知道 三宝犹如父母 我们就是两三岁的小孩子 自己可以任性 父母可不能由助我们来 第三 要检讨自己的发心 第四 要学会忏悔 有些时候是自己的 是业障太重了 多忏悔 我曾在在念金刚经的过程中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现在可不能让他发财 当时确实是为了求财 然后心里很难受 可是后来很快就明确了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应该说学佛二十多年也没有大幅生活 就是过得去 但是头脑心情 心态各方面利益很大 与佛法有关的事情上 真的是求什么来什么 三 学佛是个系统 文思修 不可偏废 自己不好好把基础打扎实了 对佛法没有理论上的正确理解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也许好处没做成 反而称诽谤呢 其实这个过程中本来就是修心的 这些都是磨练人的心的 成功失败 挫折欢乐 都是锻炼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